《氣象冷知識》 歡迎收看這集的《氣象冷知識》 香港的春天亦是有霧的季節 記得在以前 當有大霧的情況下 海港裏面的輪船都會響起汽笛 而杜輪很多時都會因此停航 但時至今日 由於航海雷達的發展 因此大霧而需要停航的情況 已經相當少見 霧其實是指沿浮在大氣當中 但又貼近地面的一些可見又細小的水滴 當它大量積聚的時候影響了能見度 雲和霧的分別主要在於 霧就是貼近地面產生 而雲沒有接觸地面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的規定 當能見度跌到一公里的時候 就叫做霧 一至五公里就叫做薄霧 在天氣圖上 我們會用三條橫線和兩條橫線 來代表霧和薄霧 霧的形成機制 主要是由於空氣的溫度下降 令到水氣飽和 形成一些懸浮的水滴 在香港春天的時候 很多時都會轉吹南風 我們叫做回南天 這些暖濕的南風 吹到香港的時候 就會遇上一些比較冷的海水 在這些冷的海水上面 這些空氣很快就會 遇冷凝結 形成一些很細小的霧滴 平流霧就是這樣而產生的 除此之外 因為輻射冷卻而形成的輻射霧 又或者因為地勢的關係 空氣需要被迫向上升 而形成的上波霧 在香港都見得到 不說你不知道 在冬天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口和鼻 都會敷出一些白色的水氣 其實它形成機制 和霧是完全一樣的 聽起來 霧好像對我們的生活 帶來一些不便 其實霧亦有它的好一面 在世界一些國家 尤其是一些有高山的地方 由於基建沒有那麼發達 所以自來水 亦都是一些非常奢侈的東西 這些國家很多時都在山上 裡面是裝置一些霧水收集器 這些霧水收集器 看起來就像我們打羽毛球的網一樣 不過是很密的 這些霧水收集器 就會將收集回來的水 供當地的居民和遊客使用 香港的春天都算是有霧和比較潮濕 不知道這些霧水收集器 對我們有沒有用呢 好了 這一集的氣象冷知識 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